老人年轻时 拆掉大儿子家的房 将一切都给了小儿子 如今老人临终前 想见大儿子一面 结果遭到大儿子拒绝 事后老母亲更是带全家人上门下跪认错 那么老人最终还能否见到儿子呢 眼前这位气息奄奄的老人名叫唐仁桂 如今78岁的他为了与大儿子相见 已经苦苦支撑了十几天 医生告诉我们 老人已经没有了救治的可能 希望家人能陪在老人身边 度过最后的时光 如今老人的五个儿女 懂事的守在老父亲床边 但唯独不见大儿子唐道元的身影 即便姊妹五人跪在大哥家门前 祈求大哥能送老父亲最后一程 可唐道元依旧始终不愿露面 甚至还跑到了深山中 以此来规避家人的打扰 同村村民为了谴责唐道元的不孝行为 更是组织了数十人去山里寻找 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那么唐道元究竟和父亲有多大恩怨 才会如此对待父亲呢 唐家的五妹告诉我们 依据医生的说法 父亲撑不过三天 但父亲为了临终前不留遗憾 如今已经过了一周 也不愿咽下这口气 大哥就算费尽心思跑到深山中 也不愿意见父亲一眼 这让姊妹五人十分气愤 一时间村民也纷纷指责唐道元没有良心 可就在这时 唐道元的女儿出面为父亲申冤 之所以父亲会如此绝情 也是爷爷有错在先 这才得知 唐人贵老人在14年前 就逼迫父亲唐道元 签下一份断绝父子关系的协议 上面写道 唐人贵生前不需要大儿子赡养 死后也不需要大儿子安葬 当时父亲还得签下这份协议后 之后的一段时间都沉浸在痛苦当中 没想到这份协议并没让唐家人得以安宁 事后还频繁找上家门大吵大闹 同村村民听后则沉默不语 他们只是认为是唐道元单方面的错误 没想到父子之间竟存在如此严重的矛盾 为了了解真相 我们来到了唐人贵的床前 提及此事 唐人贵连连摇头 他认为父子间的感情 并不是一份协议就能说断就断的 当时他也是一气之下 做出了这样的糊涂事 而母亲此时 见老伴临终前还要为儿子自责 一时间也是气愤不已 当即上门怒砸大儿子的家门 老两口年轻时照顾小儿子 拆了大儿子家的房 如今老人将要撒手人寰 唯一的愿望就是再见大儿子一眼 大儿子却直言 就算打死自己也不见 母亲见大儿子态度如此决绝 拎着斧子就对大儿子家的房门大洒出手 眼看着儿子依旧不肯露面 妻的母亲瘫倒在地 失声痛哭 唐道元的妻子李丽萍 无可奈何 答应母亲会劝说唐道元去见父亲 结果就在当晚 李丽萍却背着行李将要离开村子 好在附近村民健壮 立马将李丽萍拦下 并且把他送回了家中 李丽萍见自己跑不掉 于是便干脆控诉起了公公的种种不适 他称 如果不是公公太过偏心 一家人也不会闹到这种地步 当时公婆为了偏袒小儿子 将他们家的房子分成了两份 一份属于小儿子 另一份则属于公婆 这样的做法 让唐道元一家无路可走 甚至差点饿死在街头 对于李丽萍的说辞 唐家人连连否认 因为对于父母来说 手心手背都是肉 不可能偏袒任何人 他李丽要修碗子了 要切掉一节碗子 他也不容易切 不容易切 因为是这个李丽的碗子修下 据唐人贵小儿子所说 当时他和哥哥14年前 签了一份分房协议 协议上称 哥哥唐道元 必须同意弟弟分房的要求 哥哥见自己需要分出去一半的房产 始终不愿意配合 本想着此事两兄弟之间协商解决 但还是惊动了父亲 父亲当即找到大哥 坚持要拆掉房子 这也成了父子之间 引发矛盾的导火索 而就在这时 村委会打来电话 称他们已经找到了唐道元 那么唐道元能否放下成见 去看老父亲最后一眼呢 在唐道元心里 分房一事 已经成为他心里的一道疤痕 如果父母不给他一个说法 他誓死都不会去看父亲 而唐家人也承诺 只要唐道元肯去见父亲 完全可以不用承担父亲的后事 结果还是被唐道元强硬拒绝 事后更是逃离了现场 或许当年父亲的所作所为 确实刺痛了唐道元的内心 直到唐家人回到村里时发现 唐道元家中大门紧锁 窗户紧闭 奈何唐家姊妹如何呼喊 屋内始终没有传来回应 难道唐道元再一次选择弃家而逃了吗 老两口年轻时 因为偏心 将大儿子的家瓜分给了小儿子 如今老父亲深知自己时日不多 迫切地想让大儿子送自己最后一程 可大儿子却将大门紧闭 誓死不见老父亲最后一面 老母亲拖着虚弱的步伐 拎着斧头砸开儿子家的大门 唐家人蜂拥而上 却发现家中早已没了唐道元的身影 见儿子如此绝情 老母亲倒在地上东窥大哭 小儿子唐建国 不忍心让母亲如此痛苦 为了完成父亲遗愿 跪在大嫂面前 祈求让大哥回家 唐建国此时仰天长笑 只要大哥愿意见父亲一眼 他可以将房子还给大哥 并拆毁自己当初因为房子一事 和大哥闹到关系绝裂 唐家姊妹见状也跟随唐建国一同跪下 但任凭他们如何呼喊 大哥唐道元始终没有肉面 与此同时唐人贵躺在床上 翘首以盼 并如高慌的他 苦苦支撑了半个月 却依旧没有见到大儿子的身影 他也深知 儿子可能再也不会来了 身上传来的阵阵病痛 也让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 他决定想要在迷留之际 就算看不到儿子 也要看一看儿子家的地方 儿女们心领神会 将父亲搬到了唐道元家的附近 看着儿子紧闭的家门 老人眼里满是遗憾 就在当天夜里 一阵哭喊声打破了村子的宁静 宣告唐人贵老人离开了人世 令人感到惊讶的是 当时唐道元从夜里赶了回来 看了父亲一眼后 便拖着沉重步伐离开了 唐人贵老人 当时也欣慰地闭上双眼 终于没有带着遗憾离世 而故事的最终 唐道元一家选择搬离了村子 自此之后 与唐家人再无来往 那么对于唐道元的做法 你们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